那間鋒時段一隻黑狗突然從中央分割 島草叢竄出往馬路 方向狂奔 到這一旁機車騎士 完全來不及反應 迎面撞上 整個人噴飛出去 當場陷入昏迷 插著管子 躺在江湖病房 受傷騎士頭部重創 面部多處骨折 還有明顯紅色淤血 頭骨也重擊變形 傷勢嚴重 到院的時候 血塊已經壓到腦幹了 然後瞳孔有一度放大 昏迷指數第一天是3 然後第二天有回到6 但是之後就沒有再有任何的好轉 已經昏迷第四天 醫生也談言情況並不樂觀 這起嚴重車禍發生 在23號清晨6點多 當時65歲的陳姓騎士 正要前往上班途中 沒想到撞上路邊 衝出的黑狗重傷命危 實際回到車禍現場 可以發現當時的監視器畫面 因為被露宿遮擋 也導致家屬無法得知 當下的完整狀況 下一個車流再往前的時候 沒有看到他就直接撞到他的車了 但是因為這些部分都沒有 就是監視器都被樹枝擋住了 我覺得蠻誇張的 因為這一條應該是蠻主要的幹道 我爸明明有戴安全帽 可是是不是安全帽飛走了 這些通通都不知道 陳姓騎士倒地後汽車還不慎遭後方騎士追撞 就連車牌都被撞到翹了起來 是否還有遭惡毒撞傷家屬 也應看不到事故影響心急如焚 另外也強調後續會向黑狗的 零星四主提起告訴 但是當務之急希望能尋求更多畫面還原 事發真相 靜新聞 黃雲廷 趙士淵採訪報導 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